館长 陈志涵爷爷 对不起 是我不懂得 尊师重道 导致最后没有办法帮你卖这些垃圾电商 最近Toys饮料店开张啦 几天前Toys公布了饮料店的菜单 赫然出现了一款名为陈志涵的饮料 并且售价是87元 并且为了避免重蹈料老大的覆车 现在只开放小部分加盟 接下来就开始爆料说館长在外面有欠钱啦 然后又偷臭館长的衣服拉链不好 跟便当太贵不健康 没有陈志涵我要给插屏 我看你是眼睛瞎了 这么橘的一个陈志涵 你居然说你没有看见 就是前面上个月呢 我们只接收20组的加盟 我们绝对不会重蹈覆车 那个垃圾料老大的路 就是我就觉得台湾人都怪怪的 料老大这个白痴他妈连用地下水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这个价格大家有没有意见 除了陈志涵价格是87元以外 我们今天这个八卦时间 就先从陈志涵开始吧 就是我平常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我也不信说什么什么馆长在外面欠钱 什么鸡巴的我真的不信 但是越看越像啊 就如果你还是爷爷的粉丝的话 最近可以多多支持他的电商商品 大家如果真的还有一些闲钱 就是愿意买一些机能服装的话 可以去买一买 但是我听说他们的那个拉链的品质也不是特别好 像馆长最近也要身为一个健身的代表 最近也出了很多不同的便当嘛 虽然看起来都不是很健康 但是这个价格卖到220 我说真的也许啦 也是为了把这个衣服的缺口补一补 所以才卖到220的啦 我希望大家如果想吃便当的话 也记得馆长卖的便当220块 大家去支持一下好不好 于是馆长在228廉价的最后一天开呛反击啦 直接号召粉丝去取笑买成之汉的人 并且说馆粉可以凶起来了 然后说凯道办不办得成再说 现在先修理诈欺吸毒宰 今天到底是去买这个饮料的人是北七 因为他起87块嘛 真的你难道你去买这个饮料的人呢 你不觉得说你是北七 然后花87块去吸馆长的Dick 来 来 来 准备打开来 吃我的汁 吃我的陈之汉 大家以后粉丝帮我在路上看到 如果拿这个吃酒的杯子 过去问他是不是喝陈之汉 试的话就在妈笑他 那好喝吗 我臭我有一万种方法 我一直想帝国家社会 我一直在压抑自己 凯道办办办成我们先办后面 现在先修理你这个他妈的炸七夕毒宰 讲话他妈跟放屁一样 管粉你们可以凶起来了 让他们知道 什么粉丝才叫做凶 十几年前的朋友都敢炸下去 你现在开这个加盟店 你加盟他 真的吗 整天在那里做 什么吉牌公道博 啊你是何公道 本收音乐的本收音乐 好像公道不公道 啊大家来加盟啊 电视舞 啊电视是你的吗 你什么毛电是你的啊 负责人是什么名字啊 那这个负责人是谁 是不是人头 不知道 我也不敢讲 但是为什么不是他呢 他说他没办法挂 他没办法挂你也要加 他是要新奇的 就算他表现在良好 也要个两年吧 啊两年一回来 马上回去嘛 回去之后呢 就没有之后啦 啊你们丢了钱 在哪里 你们现在没在 什么形象不形象啊 后面10亿在董啦 廖老大 他身家至少超过10亿 他出问题来啊 我本事我在这儿 你如果说廖老大跟Toys 你的拍戏也算廖老大 最后人家有经常处理啊 啊你咧 刘伟健咧 你要处理啥 你要处理啥嘛 我跟你说嘛 揣面对嘛 接下来两边就在 同一天开直播较进互唱啦 Toys也很听馆长的话 开始回应 我出来面对了爷爷 呃这狗叫的这么用力呢 但是讲话一点逻辑都没有 真的是要肌肉 有肌肉 要逻辑呢 也有肌肉啊 那么他说 诶如果这个饮料店品牌 哦出问题了 廖老大有好几十亿可以赔 你赔什么鸡吧 我就问你 陈志涵 廖老大 最后要这些人亏钱了 他出来赔了吗 他有出来赔吗 落字是不是啊 但是你脑子可不可以灵光一点 少打一点力固醇 他妈开了一百多间 这些加盟组还去告他了 你跟我说他有赔 有十几二十亿 所以要相信廖老大 诶好啦 相信廖老大 这些人是不是导光啊 这些人全部是不是跑去提告廖老大啊 廖老大最后还出来说什么 这些加盟组用的是地下水 他妈两个发言都是弱智 说加盟组用地下水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两个都是他妈半斤八两 一个廖老大 一个陈老大 你可以为了来抨击我炒点流量 卖点垃圾店商商品 连廖老大的懒趴 你都可以捧 真的是他妈一个资本主义者 有钱他就了不起 所以负责人不是我 就等于这个公司是诈骗对吗 那我们也一起看一下这个图 陈吉思汉呢 卢州馆初始公司设立负责人 吴明健 新庄馆初始创立设立负责人 林恒伟 三重馆初始公司设立负责人 郑朝杰 中立馆初始公司负责人 李庆元 酒鬼之串烧 居酒屋负责人 林恒伟 负责人是谁有这么重要 反正都会有法律责任啊 所以你这些 你这些馆全部都是来诈骗的了 全部都是来吸金割韭菜的了 陈志汉 如果你说我是诈骗 那你也是诈骗了 我们一起去关一关好不好 我OK啊 我合并执行啊 亏的是你啊 我就最看不懂的一点啊 不是爷爷有多弱智 而是这些爷爷的粉丝 这个同温层到底多厚 这种话都听得下去 一点独立思考都没有 这个爷爷的直播呢 搞得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区别了 反正限制发言的限制发言 边人的边人 有点难看啦 说实话 如果人家卖垃圾东西 没怎么样的话 那要不要看看自己的这个便当 他还拿自己的表 跟去那些什么劳力士啊 什么三五十万的笔啊 还去跟那些什么百达斐力的笔啊 这我不懂了 notorious这个字 可以灌在这个表上面 卖四万多 你的表卖不出去 也只是刚好而已 就是你卖这个表四万多 那是不是也把这些粉丝 当白吃韭菜再割呢 那你卖这个水饺 八九块一颗 也是把这些粉丝当韭菜再割呢 只是你有没有开放给人家加盟 去割这些韭菜而已 就是你全部都是自己割的 干面这么垃圾难吃 随便贴个牌就说 哎好吃好吃 大家快买 叫前阵子过年卖那个麻将 那个麻将他妈还有暗花 卖不出去刚好而已啦 好不好 出他一大堆垃圾东西 出个麻将他妈背面有记号的 是想炸赌是吗 你当时不做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啦 那至于为什么 你现在这么生气 可能是因为 我把你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做到了 而且回想还很好 我也是很想要跟爷爷啦 道个歉啦 就是这个道歉可能有点酸 但是我觉得是必要的 馆长 陈志涵爷爷 对不起 呃 是我不懂得 尊师重道 导致最后没有办法 帮你卖这些垃圾电商商品 导致你有这个70%的库存 我真的不知道 把你是个黑道件事情呢 放大了之后 会害你是连这个反黑大游行 都办不成 我真的不知道呢 原来你讨厌我的程度 可以连廖老大的懒趴 你都捧 我真的不知道呢 原来你双标的程度呢 是可以连跟九面 还跟seven联名 这个产品呢 你都可以误航 我不应该把你当成一个 正常人在看待的 对不起 也没事 就是我 作为一个 公关处理危机的人呢 呃 我也给这个爷爷啊 这条狗 一点意见 就是呢 现在你为恶的做法 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刘伟健 啊 toys本人啊 所有一切的事情呢 闭上 你的狗嘴 那我也会闭上 我的剑嘴 第二个方法呢 我提供给你 我附带一点画面给你看一下 就是 这样也可以解决 到时候呢 我也会开个直播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承 我的意志 对不对 我有找人跑去检举 陈吉思汗 二氧化碳 有没有过量吗 是不是 我有吗 我有讲过这些话吗 那说什么 哎 反粉 可以凶起来了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你们到底多凶 哇靠 难道这些受众 都是性情中人 狗爷爷说 赶快滚回去 什么关一关 不是 现在不是 我不愿意滚回去 你问一下我的法官啊 那我的法官就限制我出镜啊 我滚不回去啊 我就跟你说了嘛 你要我滚 OK 只有一个方法 对不对 怎么说人家割韭菜 哎 出个产品 把他们全世界都抨击一轮 啊 出个基金 啊 他们用的垃圾机 我用的不古机 是能差多少 你是便宜到哪里去 你说我割韭菜 那你去看一下我成本啊 那你看一下我卖的价格啊 我割韭菜 我割你妈个鸡巴呢 不好意思 你妈死了 不好意思 我又可无哲懒了 我这个直播不会关的 陈志汗关之前 我都不会关的 我就是要在这里耗着 我也不愿意把这些流量给他 你要拉对立 我们一起拉一拉 我他妈睡觉 我也爽 看到留言说 爷爷说我在ban馆粉 难道你那里 就没有在ban你粉吗 是不是 ban你的这些白痴呢 刚好而已 馆长说 我操他妈 不是 他操我妈还少吗 对不对 我妈都不要被他干几次了啦 你操我妈还少吗 我妈还活着耶 我要操你妈还操不到耶 我妈他妈还活着耶 可不可以尊重一点啊 乌鸦抖了3290 那算了 那不要来 不要来上直播好了 那好了乌鸦 你也不是个咖啦 去隔壁田啦 真的 还上什么G8直播呢 你都选边站了 有够小气 我总要还人家的 OK 乌鸦兜卡 是不是在馆长那边抖 3290块 我又要比爷爷少一块钱 如果有 他就是馆长的狗 如果没有 那OK 还可以来上节目 但是到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告诉我 我跟爷爷 你选谁 我们上节目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我就决定一下 当天直播访谈的内容 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跟你过过招 看看啦 也许如果我们瞧得好的话啦 到时候就是礼拜天的 你们可能看得到乌鸦 在我的直播上面 大家一起聊聊天这样子 好不好 这是当天馆长的直播 这次跟他吵架应该是 没什么大问题啦 因为毕竟他形象不好啦 打他跟打儿子一样差不多啦 甚至说未来六个月内 这样吵起来 也是对我是加分啦 因为我为什么说六个月 因为他差不多剩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要跟他 跟他再吵架也是没有机会嘛 嘴公司 嘴手表 嘴衣服 还有勒 没有了 所以我是看新闻下面都在嘴 他说这个炸漆饭 这个吸毒饭为什么还可以在台湾吸金 为什么还没被抓去关 所以我也很想要问他啦 他说我饮料店研发好几年出不来 他两个月就出来了 我饮料店不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认为不会赚钱啦 然后我认为说如果用加盟体系的话 这样子会被攻击啊 你们看到现在他就被我抓到机会啦 所以我没有开那个嘛 健身房负责人不是馆长 不是我现在都是我啊 我也希望他能赚到钱进去 关的比较舒服嘛 家里有人照顾嘛 可是我双标哦 我跟你讲做人都双标 当你喜欢一个人要支持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难免一定会帮他讲话 再点馆长承认 所以有一个人说 五年不涨价 他讲这个也合理啦 因为店开不到五年就倒了 怎么会涨价了 再来是 这五年他也看不到啊 因为他人在笼子里面啊 他当然没有办法管涨价 所以他进去人答应我可以开直播啊 我的重点是放他开直播吗 你俩要丢个童啊 三立民事自由骂我 我都挺你 结果你开直播臭我妈 我妈死了 我妈那天刚走 隔天我还去教她 你有办法想过我的心境 叫我给你150万你臭我妈 我妈走了你臭我妈 我妈我还在做机呢 我还披麻袋下我是拿开 衣服脱了我就走 我们今天要去那个 你想过我的心境吗 谢谢乌鸦 谢谢谢谢 哇操妈乌鸦 谢谢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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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最近直播加油啊 东山再起啊兄弟 他说我不下播就不下播 叫员工过来 大夜班过来给我开着 我先回家睡觉 谢谢我太难过了 我受不了 我崩溃了 我要关播了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谢谢 好不好 结果隔天 Toys被爆出饮料店租到违剑 馆长马上就在直播上开酸 韦剑哥 你拿民国几年的东西 你昨天拿出来 我现在全部给你看嘛 我跟你讲 你营业一天就是违规一天哦 请记者去采访嘛 违规还在开嘛 这就是网红哦 时间不等人了 你快要进去了赶快搞啊 那我也跟大家讲 如果你以前有被误ban的 你再穿个账号进来 馆长跟各位道歉 好不好 过了就让他过了 如果你有被ban到的人 被他ban到的人 我在这边跟大家 致上12万分的歉意 电商滞销70% 还说不需要网红帮忙带货 不是哦 我跟你讲 我们是说 我们当然需要网红带货 他们不需要一个 杂碎带货 他讲我妈妈死了哦 我妈妈真的是 我也是这样想啦 不过我妈才60几岁 就离开了 我就觉得 蛮难过 说他妈开店他妈的 也不会开 找一个伪贱 前面说店你开的 昨天被我戳破的说 他妈现在你代言的 你就继续搞嘛 馆长Toys不合作就好 为什么还叫其他人 不要跟他合作 那Toys不合作就好 那干嘛 把我们的名字 放在你的饮料店里面 做宣传 然后让新闻每家都报 陈志安之87块 拿人家这个去获利哦 这个是犯法的哦 我今天不告他而已哦 这很大的几率会成哦 我会用一个 刘伟健 请问你卖什么 我卖乐高 那这个乐高呢 这个乐高叫刘伟健 伟健啊 伟健茶饮店积木主 然后大特卖 我会这样卖吗 我不会这样做啊 因为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啊 吵架归吵架啊 干嘛把人家名字 放在上面还盈利 你不但是在羞辱对方哦 你不算羞辱哦 你还羞辱完了在盈利 所以你说小回熟来说 谁不叫过分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 我还没玩够 Toys是个男人的继续 千万不闪不避啊 我们继续玩下去 玩到你背观为止 我赔你啦 这出连续剧 到底会怎么演下去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